大家好,我是Den 在6月3号以新专辑回归的Pixel Robbie 因为收录曲的歌词而引起了网友们的争议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在Robbie的新专辑中 有一首收录曲的歌名叫Red Velvet 而歌词中也出现了Red Velvet Red Velvet的主打歌Tom的Russian Roulette 以及Suyang跟Yeri这些词 然后在发行专辑与媒体采访的时候 Robbie说过Red Velvet是关于蛋糕的故事 藉由Red Velvet想要表现出甜甜的温度 歌曲也加进了有趣的要素TomTomTom的 不管怎么样会很直接的联想到 所以就想要有趣一点的制作了 然后在被问与Red Velvet很熟吗?的时候 Robbie回答 不,不太熟悉 因为歌词使用了很多私底下不太熟悉的女团的各种要素 而很多网友们都觉得 Robbie的Red Velvet这首歌的歌词 本身就是跟心有关 所以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粉丝们应该会很生气吧 这个歌词也没有什么问题吧 不就是粉丝想引起争议而已 你去把英文部分都翻译看看 真是没话说了 明明就是跟蛋糕有关系的歌词 引用了Red Velvet一些要素而已 真的需要这么敏感吗? 不是,真的觉得那些歌词没问题吗? 不管谁看了都觉得跟信有关 竟然还公开使用女爱独的名字 写歌词的时候到底是想了什么 根本就不知道是有真名在内 所以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请不要把这个当成是艺术来包装 因为正义变得越来越大 Robbie今天上传了道歉文并表示 有通过Red Velvet的所属公司 向成员们以及公司关系人 亲自打电话道歉了 对于造成这种情况 真心的道歉 非常惭愧 在写歌词的时候没有认知到 会让很多人感到不愉快 这首歌本来是想要表达正能量 但是提到特定团体 导致让艺人们以及粉丝们 遭到不变的部分也深感迁移 目前已经决定将音员都下架了 之后一定会注意再注意的制作专辑 对于Robbie的这次争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看风向说话的神秘 为了今年生日 人的亲戚神秘与 无珠宗女恩三打开了直播 超好笑 超好笑 笑声 新比的马上改口 跟恩色的卡卡的笑声 超好笑 新比的运气超好笑 真的很好爽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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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